這個求我他不是講王金平來求和 他是帶著小英的訊息來求和 那更嚴重 這個事情的重要 你剛剛有聽到 就是王金平要來之前 有跟小英見過面 那麼這個 所以他帶著小英要來求和的 這個態度來的 然後臺海現在是兵凶 站尾 用不太怕 所以你看他怕到了 來來來 我想請教一下 民賢兇 你們去求和 我覺得央視這實在很夭壽 你知道他夭壽嗎 現在都知道他夭壽嗎 不能這樣吃豆腐 媒體當然有各自的立場 臺灣相對媒體是民主自由社會 臺灣媒體是言論比較多元 可是大陸上只有搞這種大內宣的話 我覺得沒有必要 這反而說 第一個 王院長老講 我跟博文過去採訪立法院 我們早禮萬一早很久 王院長他命年半八十歲了 其實可以算退休了 要怕這座 你要不是說 王院長去使用統戰 還是他賣台 你打算我就不是 不可能王院長不是一種人 所以說 當然是認為說 他要退休進行 有對兩方一個使命感 他說希望說 至少說促進兩岸交流 維繫 就是說兩岸之間 還可以一個穩定互動的 一個交流的機勢 而且海峽論壇過去老講成績沒那麼高 過去都有但沒那麼大拜拜 就是說朝野 不管什麼各種社團都會去 所以你說這個有沒有太多的政治性 其實老是說沒有 王院長去的是 如果央視要吃財務 如果他們國臺辦 或相當的官員成績 出來沒有成績的話 叫這個論調的話 這樣我覺得這實在是可以考慮 到底要不要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央視是代表他們官方的立場 甚至官方出來照這個論調 那我這個就要思考 到底要不要去 我覺得他已經被出賣了 就是我剛剛說 中國其實對臺灣有鴿派跟鷹派 鴿派就是像國臺辦這一派 鷹派就是軍方 那最近我們看到軍方是凌駕於國臺辦 所以國臺辦要有個政績 因為國臺辦最近沒事幹 太久沒事幹 就是要王金平去 其實這次我認為是國臺辦點名要王金平 不是這個這個江啟臣要王金 要王金平去 是對岸要王金平 指名叫他 那王金平當然也願意啊 王金平說我這次我人生八十歲 快到八十歲人生的第二高峰 但是江啟臣是被迫 等於是被最後背書 因為江啟臣那個老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 那現在就變成說 鴿派想要讓王金平去 可是呢宣傳系統也是鷹派 他現在就是給王金平跟你來這一招 你是來跪的 那你王金平變成什麼 進退兩難 你去 去下跪 求和 不去 你當初已經答應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們搞不清楚中國現在高層 這個鴿派 鷹派鬥爭的激烈 還有習近平的權力 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我現在發現韓國民黨 他可能對中共有個非常嚴重的誤判 第一個因為王金平前院長 他公開講說他去參加海峽論壇 他說因為兩岸政治僵局嘛 所以說兩岸需要有溝通 他是為了和平去的 他講的這一段話跟十五年前 這個連戰要去跟這個國共論壇 胡錦濤見面所講的話是一模一樣的 但你今天碰到的是習近平 不是十五年前的胡錦濤 然後整個環境 整個課 主課的環境有非常大的變化 最重要的變化 習近平已經定義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 這種情況之下 站在中共的立場 他管理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你就是要接受我的條件 所以說這個求和 這個修辱 剛才民賢兄有講到 其實早就在修辱國民黨 不是不是這個而已 國共之間不是剛剛講有國共論壇嗎 國共論壇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黨對黨平等的論壇 你現在已經把你國民黨併入了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從一開始的時候 2009年在辦的時候就已經說了 到今天還是這麼強調的 他強調的是草根性 什麼民間性 結果就把你把你這個國民黨併入了海峽論壇裡面 結果國民黨你還要去參加 你們不是有國共論壇嗎 就是說 對不起 你連那個騎馬的黨對黨的這種對等 國民黨自己都不爭取 中國有很瞧得起國民黨嗎 看起來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人要來大陸求和 就是說當你國民黨的談話 馬英九的談話附和了對岸守戰集中戰 被人家拿出來做宣傳來嚇唬台灣人的時候 然後你組隊過去 你組隊過去你覺得對岸是瞧得起你的嗎 是珍惜你嗎 是認為真心我跟你談我們來謀求兩岸的和平嗎 沒有 他認為你是去跪求求和的這樣子國民黨要去這樣子 王金平都快八十歲了 你謀求的退休之前的歷史定位是帶對前往對岸求和 勸一下勸一下國民黨不要這麼羞辱自己人 說這個時間點 你人家用這樣的眼光看你 人家用你國民黨的人講的話來回過頭來倒打臺灣人民 倒打我們的政府的時候 你們要用這樣的姿態去求爺爺 告訴奶奶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